他首先这一万亩地呢 是他和各个常委政治勾兑给你递给你开发权 这是个很好的礼物 还有一个他能玩好几手 这马明哲绝对是一个面包得掰成一百万吃的人 同时他更重要的是 平安的窟窿可以通过评估 把这一万亩地迅速评估这几万亿 他所有的贷款是哪来的 他长期贷款中长期五年十年 给这些利益输送都是险民的保险的 这要不会来咋办呢 他通过这个评估在市场拿回来钱 来赌这个保险的窟窿 这又是一招 然后拿这些地的开发权又给了所有有背景的开发商 然后平安保险下一步你干什么呀 你最重要就是医院呢 保险的人未来要给你出保费 还有能让自己保证的就是你死了 他拿钱送到你火大厂去 王岐山家有了 你老了进养老院 平安给你有王岐山养老院 你病了去我的医院 一万个病床的医院 所以平安搞方证 志在医疗就平安要走医疗的路 房地产将是自己把洗钱的路洗干净 政治上一箭三雕 第一雕周亮王岐山 第二雕是谁知道吗 北大县的谁是老大知道吗 习大神的女儿是真正的老大 副校长兼中国记主任 你们不知道吗 这七个给你们爆料 你看看这小多能 他对着那去了 习王都拿下是不是 你的下一代我都拿下了 还有第三雕 大家没有注意到 韩正是上海出来的 是跟他关系最好的 韩正在乎的是什么呀 韩正想保平安的 绝对想保的 韩正是他的未来 韩正在乎这个方正集团 因为王恩哥绝对是 江家第三个儿子 现在的王恩哥在北大 影响力很大 韩正因王恩哥认识马明哲 方正教育是一个巨大的板块 韩正家人是玩方正教育的 包括韩正布局很远 方正是人才 关系 政治未来的苦 是有少年 对我们的王恩哥在乎 他们的王恩哥在乎